大家好 我的中文名字是宗佳穎 可是我的英文名字是安慰昌 我今天演讲的话的题目是 我对台湾和中国的印象 我去年到台湾去看我的外婆和奶奶 我的妈妈的哥哥姐姐和我的婆婆 都住在台湾台北 我爸爸的哥哥姐姐和我的奶奶 也都住在台湾 可是他们不是在台北住的 他们是在屏宗住 我前年跟我的爸爸 我的表姐和我的叔叔 一起到大陆 我们到上海去看吃不会 也去参观尿语 我的家人常常到台湾和中国旅行 我们 因为我八月到六月的时候 又要到学校上课 所以我们七月才有空到台湾去 七月的时候台湾的天气又热了又潮湿 但是大陆天气也非常热 也很闷 虽然天气在夏天的时候很不舒服 可是台湾和大陆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炸饼 炸饼的意思就是 这两个地方也有很多很漂亮的建筑物 从好吃的东西到漂亮的建筑物 我对台湾和大陆的印象都很好 不但我可以去看我的外婆和奶奶 而且我很喜欢到外国旅行 谢谢大家